好再来看到呢是前立委黄国昌遭报名下细致保护地违法经营停车场 甚至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部分 好这个是议员张景豪10号在报细致水源路 20162017两次的豪雨的这样的一个崩塌 你看到呢在哪里山崩处呢就是在黄国昌停车场的后方 好每一次呢都是在这个媒体前好冲第一高调要求最好随途 保持但是你可以看到在2018年把坍塌附近的一个土地 铺上新的水泥铺面然后呢围墙还有重整铁皮屋 所以他现在痛批身为律师曾经担任立委 但是呢却赚这种黑心的无良钱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最新的空拍图图示也提供给大家 再来看到是绿营的立委陈明文遭到爆料花了3000万买地 却以儿子陈冠婷的名义抄贷1亿元 对此司法改革党主席张静今天呢也来到最高检察署 巨状告发并且痛批陈明文滥用特权 龙会带给他1亿3000万 竟然抵押品都只设定土地 都只有设定土地 最重要的牧场上面的建筑物 竟然都没有设定抵押 如果呢将来陈明文父子不还钱 初期龙会只能拍卖土地 还不能拍卖他的上面的建物 陈明文成家就可以说因为那个上面是他的 他要求要优先购买而且人家也不敢来买 会因为拍卖不出去 钱收不回来 陈明文这样低价再把它买 再把土地买回来 天底下有这种龙会吗 科养4000头猪的建筑物 初期龙会的信用部的人员 竟然不必到现场去看 竟然不把那个猪设计抵押 天底下有这么荒谬的贷款吗 单单逐期龙会这种犯罪行为就叫做背信 只要后续有复法的一些贪官枉法的事情 司法改革党是一定会血流成河 抗告到底 我们一定告发 刑事诉讼法有规定 任何人知道有犯罪嫌疑都可以告发 我看这个案子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特权 如果最高警察署不会不肯办这种案子 将来特征组就算恢复了也没用处 我们来看看 如果大家都希望未来特征组要恢复 那在还没有特征组恢复的情况下 我们看看最高警察署会怎么做 新二代夜店杀紧犯嫌一宝红 现在被爆出了服外一间 国民党立委林思敏指控 当年民营党为了要护送局系的前中常委 贪污累犯林清福进到外一间 那么提案不到三个月就能够完成了修法 现在根本就是全党会议人 而监察院长城局强调 监委独立行使职权 已经提出了纠正要求改善 也尊重立愿修法 监察权是事后权 那我们去年监察院 曾经为了外一间 零选的资格包括方式的零散 我们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曾经纠正 我们相关五个机关要求改善 至于现阶段媒体报导的事情 那我们监察院 已经寒寻相关的资料 了解说他为什么可以到外一间 那至于我想我们会尊重立法院 因为修法是立法院的职权 那我们尊重立法院 能够朝着附和社会期待 那修法我们都尊重 我们看就敢言会讲说 不是你们这样 监察院监察委员独立行使之权 监察院是事后权 对国家公务人员有没有依法行事 我们严格监督 好看到呢 杀井案的范贤益宝宏 现在呢在这个被判刑九年 那么当在反服刑党年之后 就转到了外议间 那争议持续发酵 五个老地调查线 就在YT社群举办投票 现在已经有超过1600人 对此来发表意见 结果你看到投票呢 54%超过一半的人都认为 这个司法改革喊假的 16%认为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 14%的人认为说 真的是惊天公寄明天旺季啊 那么大家如果您想要 投下宝贵的一届一票 也请您来到YT 五二调查线的社群店面 在这边可以投票 并且留言发表您的想法 好看到其实大忌 应该都蛮深刻的 八年前新医区的夜店杀井案 当中呢新二代易保红 被判刑九年 最近低调改掉外议间服刑 引发了基层园警炸锅了 说这个园警的死啊不值得 那么现在呢 也有网友痛批外议间领选 是权贵天堂 列委邮玉兰就弄通蔡政府 在完全执政下 外议间修法拖了一年 根本大家求 总统怎么看重罪犯罪 可以逐外议间 修法进度是不是要讲话 听到关键字 蔡英文总统也只是点了点头 九年前轰动全台的 北市夜店杀井案 嫌犯之一的新二代易保红 竟然可以爽服外议间 杀井等重大暴力犯罪 是排除可以进入外议间来服刑的 不过在修法完成之前 我已经督促 角证署 对于个案要从原来审查 高知鹏因为贪污案 去发监执行 大概第五个月吧 就已经就转到了外议间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外议间条例的第四条 其实都是为特定人士 去量身打造 蔡清祥凭跳针千错万错 都立法院的错 明明重刑犯转外议间 就应该从严审查 绿营完全执政 拥有国会过半席次优势 理当没有修不过的法 当时我们听到蔡总统 讲了他承诺了要修 一个警戒使用条例 一个是外议间条例 但是没有用 因为他的主导权 已经被承诺破掌控了之后 他就办了两次的工厅会 然后还有个专案报照 等等的不审了 那不审了之后 就是打入冷宫 立委由于然痛批 政府根本打假球 难怪基层远警寒心 不爽控诉 觉得学长的死很不值得 连网友也看不下去 质疑外议间 临选根本是合法 黑箱全跪天堂 看到了 面前刚才建造成这样 写的又发死掉了 去年八月台南发生杀警案 遭成两名远警殉职 凶手林信吾就是外议间的脱逃犯 当时蔡政府高喊司法改革 但一年过去 案子还躺在立法院 家属的心痛还历历在目 杀警的重大暴力犯在法规修正前 依旧能到外议间如何防治还要等 对基层远警来说 只怕是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 接下来 黄志尔代君台北采访报道 好 看到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现在也指批说民进党是立院多数 但是压案不审 导致外议间的制度有问题 但是迟迟都无法解决 民进党在这个外议间的修法上面呢 是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这个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偷偷摸摸的帮他们自己人修法 等到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再来搞一个雷声大 余点小 看起来行政院提出了版本要修法 那时候新闻也都报道了 但是最后在立法院里面 就把它压在旁边不审 所以到现在才会接二连三的出现了 大家认为外议间的制度有问题的现象 迟迟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说在上一次 这个也是杀警察 林姓吾案 2022年12月29号的院版的草案 就能够顺利的审查通过 那今天我们还有必要 坐在这里开记者会吗 2022年12月29号 行政院提出草案以后 被压在立法院里面 不去好好审查 不让他通过 所以说今天他才会发现说 竟然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杀警察的在外议间爽爽过 那当时院版提出来 让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原来那也只是一个雷声大 雨点小的一个草案 民进党有要让他通过吗 国会的多数党有要让他通过吗 大家要注意哦 这已经是在发生了 包含这个林姓吾的事件 以及什么呢 以及在这个我们讲到的 刚刚讲李清福的事件 李清福的事件之后 行政院才提出的草案 民进党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发生了林姓吾的事情 被踢爆了李清福的事情 竟然还能够 在立法院是多数 但不审查这个法案 让他进宿通过 以至于我们今天要 把这件事情再拿来讲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